啦 滑綁 諸珍主持老官店您重回秀場 秀場就這樣就是說 Jeong 真是美女對 對 他唱完歌之後 觀眾就很希望說 我們主持人代替他來吃他豆腐 資深主持老將也怕難訪藝人 我們最怕碰到的就是 你跟他講這個東西 他就是是啊 非所謂 對 遇到這種要怎麼救 接下來上什麼歌 歡迎收看黃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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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賀一行 小賀一行 開玩笑 在這個圈子裡面 臉有沒有跟賀大哥站在一起 只有我 真的 我最近還瘦了喔 我八十幾公斤的時候 人家長久賀大哥 八十幾快贏他了那個 沒有沒有 只能跟他差不多快 快同步 好不好 來 依林來 康哥好 孫茂大哥你好 屈哥好 依林你好 今天的小助理我叫依林 今天的主題是 你有唱過類似歌廳秀這種東西嗎 之前有 你有 對啊 因為其實我之前 七年都在唱合唱的 我覺得他有 為什麼 因為他拿麥克風是天水城的 要這樣拿 他們都這樣 夜市的 夜市慢用 對啊 夜市慢用也有 因為之前就是常常要跑 像外面的歌廳秀 或者是夜市的 其實我們都有跑耶 其實喔 之前台語歌手真的 在做宣傳上面講 比較辛苦一點 不會不會 但是沒關係 有好成績就好 好 謝謝 謝謝來 講到歌廳秀喔 今天這兩位就是歌廳秀裡面 好 我現在有一個就是想請教 當年就是正在 那時候電視其實還好 歌廳秀最夯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們口袋 都要帶多少錢 到了現場就有錢進來 就是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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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欣欣大哥 我是帶一個助理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 可是你們都有 一個布袋 你客氣了 你客氣了 他們布袋道具就是黑 那你們這樣子 每天就這樣 大筆現金背來背去 大筆現金背來背去 其實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 有兩種遭遇了 像我們這種的 就比較活潑的 錢會比較亂花對不對 像這種的話 就是他也不吃不喝 他也不賭的 吃不喝 他生喔 真的啊 不吃不喝 老大筆現金八十塊 我都叫那個 九十塊 拜託的 加起來撈兩種的 他是屬於 摳門掛的 摳門掛的 會缺的 會缺的 真國城那一塊 很摳 摳到死 真國城那裡比什麼 你也拜託 我告訴你 我們 我們後來也想開了 在那個時代當然有賺一點錢 我們是從小節省 是 上廁所用三張衛生紙 後來賺了很多 現在用四張 家裡還沒有馬桶 但為什麼要自己種菜 然後自己撇大條 在那個菜上面 你們現在講的 都是秀場裡面的羹嗎 沒有 我講四十了 不是 可是徐大哥 那個秀台的 秀台的後場 不是 秀台的後場 秀場的後台 你現在警察要什麼 秀場的後台 秀台的後場 你常常打牌嗎 你都沒有參一卡 我不會打牌 那你們在主持這麼多場 有沒有遇到就是 比較 不要說怕 就是很難訪的人 你討厭 那多了 討厭是不敢講 就是那種就是 碰到他之後 我們會覺得很美質的那種 我們最怕碰到那就是 你跟他講這個東西 他就是 是啊 答非所問 要不然就是 哦 嗯 這個好像撇大條 我們怎麼問下去對不對 所以我們碰到那種 像一種 你現在最近是不是這樣 還好 還好 那我就完了 對啊 你這張唱片是很好聽 那要怎麼救呢 遇到這種要怎麼救 直接接進去 就不妨了 就不妨了 那怎麼辦呢 你碰到那很頭痛嘛 不小心怎麼辦 因為秀場大家就是聽歌輕鬆嘛 對 對不對 秀場就是這樣 就是說 本來說正是個美女對不對 他唱完歌之後 觀眾就很希望說 我們主持人 代替他來吃他豆腐這樣 虧啦 就在那邊等那些東西 對對對 很等的 讓觀眾爽一下就對了 對對對 那這個本來這個很賤的一個歌星 觀眾很希望我們代表他來罵他 以前像高大哥那樣有沒有 他那一出來很臭屁有沒有 觀眾看起來就 我們秀場觀眾很爽 就很爽這樣 那觀眾很喜歡看余天宇大哥被扒的 不是 沒有啦 余天誰敢扒他 那他怎麼會扒人 他扒人啊 就是他要扒的人 比方說他扒那一位大牌的話 觀眾看起來很爽 那扒豬哥亮 觀眾就很爽 對 你說他扒一個什麼 扒一個什麼小亮哥 那觀眾覺得說好像 不是 小亮哥本身很小嘛 那你扒他好像帶著弱勢團體一樣 對 他跟扒一個殘盪的人一樣 可是你扒那個 那個 豬哥亮 對不對 或是怎麼樣他覺得很爽 張飛啊那種 特別爽 那應該敢扒 余大哥只有亞萍姐 可能吧 對不對 余大哥都沒被扒過 沒有應該是沒有啦 沒有啦 亞萍大概我們 也沒有看到扒過余大哥 我們講說這個聽說余大哥 扒完之後都會紅三年這樣 嗯 最近很少紅 我們趕快過去跟他扒一下 結果就變成這樣 就其實 不是有時候要換邊啊 你光紅邊腫起來 沒有用啊 你看兩邊都扒才有 余大哥是很明顯兩邊都紅 不是我們這邊比較腫 這邊 他用這隻手比較多一點 對 好今天我們要見識一下 嗯 好我們要請兩位大哥給我們那個 莉琳指導 今天我們三個各種不同的人 要出場 當年你們是怎麼樣去 弄死他們 好不好 好我們要來見識 我們以後要把他削下來 弄死這些新人好不好 你們這個 可能你們不太了解真的 真的秀場的那種操作模式 是 他有時候在上來喔 因為他每一個人他的狀況不太一樣 對 今天你們有幸見到佛大哥 是不是 真的 我不騙你趁他還在 好好讓他訪問一下 OK 趁他還在 我講真的 今天你在啊 你不是 對我知道那你也在啊 他媽 他意思是說 你今天來對不對 他是 已經開始了 他跟豬哥亮那種搭 對不對 那 他可以搞到豬哥亮 跑路十幾年這樣 這個真的不行 我現在在跟你拍拖 原來是主頭 不是我講他講話真的就是這樣 他是屬於那種 泥泥南來掛 是 所以泥泥南走又剩你了對不對 OK好 那我們今天請到這一位 第一位喔 可以說是非常性感 好 人也非常激動好不好 有沒有 兩位大哥請 今天邀請到當年叱炸風雲的主持人 客一行以及行鋒 他們今天將帶領大家 回到歌舞廳時期 千萬別錯過今天的 火鍋歌情秀 嗨你好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你又是什麼幹嘛 蛤 沒有啊 因為最近發了新的專輯 三位帶新的唱片 專輯是幹嘛 就是說唱歌對不對 對 你老闆那麼有錢啊 不是 不是 不是你這個意思 就看不起來 好像是人家是賣田賣地來 來那個的 不是 不是 那個老闆是跟他有特別的 帥哥你跟他說 那個我老闆很有眼光 也很有勇氣 講話不要這樣 因為我剛結婚好不好 沒關係啊 不會不會啦 他說你不去我的菜 我知道我也不是 你也不是我的菜 不是 是這樣子啊 就是你說你唱歌嘛對不對 唱歌 那你今天出來應該先唱首歌 我們聽聽看 好啊 好啊 我們先聽聽看 先聽聽看 這樣問什麼啊 沒有啦 先聽看再問這樣 喔這樣啊 好 你自己唱的嗎 還是有放那個 這個卡 我不看事情 好 南訪了 南訪了 出狀況 現在就要唱了 不是你的步驟是要先送這個 然後再唱歌 再訪問是不是這樣子 都可以啊 那先送沒關係 來我們先送 先送可是 可是我今天沒有帶三個 送給觀眾就好了 送給觀眾 對送給我們三個觀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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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我發現我送給你 已經可以路邊攤賣了 其實我都賣掉了 因為你最近 你最近那個節目太多了 沒關係 不要跟觀眾互動好不好 他沒有轉 他一直都不知道他出販了 他一直都不知道他出販了 他一直都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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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知 也禁止感觉 也不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感觉再来一遍 却不来一遍 感动的一遍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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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感觉 你 只剩下哪里 我性恶不游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很好的 你 我爱你 我来一下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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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歌是這樣 以我這個專業的來評審一下 專業的 他的歌聲就是力道不夠 唱歌 你看Echo 放那麼大聲的Echo 聲音已經快飄起來了這樣 可是那個力道不夠 你知道唱歌的那種唱歌的發音的那種方式嗎 知道 丹田你不曉得嗎 所以說嘛 這一定要問一下 丹田是在哪裡 是不是 在這個肚臍眼的三指 有沒有 肚臍眼 肚臍眼 你肚臍眼在哪裡 在這邊嘛 對不對 三指 這個地方唱歌的時候呢 我說不是 我現在是以老師的身分 最近最近你沒看到那個新聞嗎 以前那個 那個 康宏光是 你還摸到 那個年代 我們要有專業的 我現在你先看到我 還要看到芒果人 有沒有 好 就說你唱歌是沒有有丹田的力量 我現在按著你就 我試試看吧 來 等一下 來 他那個丹田有點歪 這朵花這裡嗎 這裡有肚臍在哪裡 肚臍是不是 三指是嗎 來 你啊一下 不對 來 好 好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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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妹 其實她的丹田長得比較想念 你真的要小心 你真的要注意 你最近正在衝刺 千萬要注意 像她唱歌的方式就是 我們現在教你之後 你又知道了嘛對不對 用丹田 對嗎 丹田的位子 你的位子長得比較低一點 不過 還算正常 OK啦 丹田你還有鬍子 你丹田有鬍子 你怎麼說的 雞腸都沒有 你也 我 我 我 不是 我跟你講 現在你比較需要現金 你多問一點 我 我看 我們是 我們是跟觀眾朋友 示範一下說 當年我們在台上 怎麼樣吃你的豆腐 就是用這種方式吃豆腐 這樣子 OK 只要 你也不能把 兒子上節目 做爸爸只有被刀的分 歡迎神秘嘉賓 好 現在現在 你來 你啥一家這位 不好意思 國光弄那麼忙 一家人 一家人 請我們主持三代 上一代如果他很優秀的時候 下一代你要在演藝界闖 其實壓力本身就是 國光不不不不幫忙 歡迎第二位來賓 崇振天 你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叫做 崇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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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新人吧 我們對新人一定要給他鼓勵 有點緊張 而且他緊張 頭髮已經白了一半 其實 他是歌星嗎 他是模仿 模仿 對 真的 你以為模仿誰 今天是愛模仿張學友的 張學友 張學友 真的不簡單 張學友 好 那我們就是看一看好不好 你別弄成張學良出來 好 來試試看 張學友 先先模仿再說 好 先模仿再說 我演過 我演過 謝謝 張學友的 我別送給大家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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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好 走着上街 有一些了解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就在你转眼 发现你的脸 已经陌生不飞 在下周见 我的世界 开始下雪 冷得让我无法 过那一天 冷得便宜 藏的遗憾 都那么的密切 我和你吻片 在故人的前 要不是笑我 不得取决 我和你吻片 在光满的夜 我的心 在这一切伤悲 谢谢 不错 这个小伙子不错 模仿当然是 非常重要的才艺 但是如果要立志 要当歌星 真正是要把你自己的歌 把你的特色要表现出来 你像费玉清他有 你一听就知道这是费玉清的歌 然后他又可以模仿 凤飞飞又可以模仿阿嘎 又可以模仿什么 他这样子 这个模仿才会很有价值 你自己本身 有自己的声音有没有 自己的声音 对 就是说你不要模仿别人 有自己的声音 对 有自己的声音 有吗 然后你上来 我来 我们 吴隆 吴隆 什么你们吻别 我听懂 不是就是你把这一句唱 我用自己的声音唱 对 我和你吻别 才不忍得见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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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跟 还是跟 还是跟张学友很像 这个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新人里面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是这么多年来 30年的经历 我看到所有以前 一直在模仿别人的 他永远没有他自己的 一点点 包括林属荣 包括林属荣 以前你看他模仿多像 但是后来 林属荣 他有他自己的风格出来以后 他才能真正叫做林属荣三个字 你要不然你永远 你永远 你还是什么黎明 郭富城 什么 你没有你自己的名字 不是 其实我们对新人 不要那么苛责 我自己的名字 其实就是你的声音 一定要创造出自己 一个火花出来 对 比方说你的唱片卖的话 因为你这种张学友的声音 跟他听过你的声音 他的上面会比你更卖 对 因为他的声音虽然难听 可是人家 但是最起码是他自己的声音 对 他的声音就是说 要听你的声音就是 听张学友就好 就听他的干嘛 你又四个月在这里懂不懂 对 那你的外型呢 平常讲是比张学友 占便宜一点 对不对 他能占他的便宜 你比较年轻啊 你皮皮啊比较嫩啊 对不对 单紧比较大颗啊 对不对 他可以帮我检查一下 这是本性吗 对 本性 名字真的很重要 以前那个凤飞飞啊 以前叫林倩 这是真的 我林倩时代我们就认识 林倩怎么混混不 我来改凤飞飞就红了 那名字你看 他说我改天跳跳就完了 干啥 其实你重任天把天拿掉 重振把它好一点 重振好一点 真的 那我看你 最高选到里长 OK 好啦 谢谢 加油啦 加油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天津姐 好 第三位神秘嘉宾 欢迎神秘嘉宾 再来 volt 关键 现在来 你来 你是谁眼睛啊 Picture arin倩 二家人 前前我 我主持三代已经走 那個脸怎么都很像啊 蛮像的 这个你问好了 这个你问好了 这你不能问吗 这个自己问自己蝌蚪蛮奇怪的 你怎么这个啊 我自己问自己蝌蚪 自乎自然问很奇怪 欸蝌蚪你啊 这个哦 你算是非常幸运的蝌蚪 真的真的真的 起码能够蝌蚪成为青蛙 这个就不简单 是是是 你现在有懂我讲意思啊 知道 可是你大概游错方向啊 你如果游到郭台銘哪裡去 你今天不必那麼累 所以我這個意思我知道 他是你的 兒子 小潔小潔 對對對 他是我爸爸 你確定嗎 喂 我有問過 我是真的 你是問誰 問我爸爸說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他說真的真的 他想多久才回答你 馬上回答 馬上嗎 那應該是可以確定 那當然這個 其實啊 上一代如果他很優秀的時候 下一代要在演藝界闖蕩 其實壓力本身就是很大 辛苦 你知道嗎 要超越 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劉家昌 他做詞做曲歌唱得那麼好 他兒子 出來真的要拼過頭 很困難啊 是不是 好幾個啊 高凌峰他兒子 要衝過高凌峰以前的 很難 太難 壓力很大 很大 今天來要不要唱首歌 好 唱首歌給大家聽聽看 謝謝我們先驗禍好不好 來請 驗禍 好 不問你為何流眼淚 不在乎你一起 你還有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愿意被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的家里我包围 我在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也不累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但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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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我真的要特别要访问一下 我很感动 我告诉你 我你看他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起来 你是起九層还是起 我 我 行风大爆跟雨昕之间的情势 他唱第一个我唱第二个 爸啊 你知道他以前穿的比那个多保守 我服兵役的那个期间看到一张他的海报 那经过大概两三年 他他拍了一张他是这样做起跑线这样 然后这个整个整个漏 在那个时候三十年前的尺度 整个漏出来啊 你怎么后悔 我觉得你在演艺界里太有机会 他那个歌喔 他那个歌唱出来他是会 他有色心力 对 会感动人 会会感动人 对对对对 听到他去处没必要 那就表示你真的 那你有这个这个基础 对不对 像你爸爸当然 啊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我 我特别要讲 你们快讲他 我是我是不会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要我要 唱歌啊 你刚唱歌的样子 好像你在怕不唱二十年的感觉 对不对 还是要青涩一点 为什么那个肖静田会红是吧 他就很青涩 看到你都会怕都会害羞 观众才会疼他嘛 你这一出来太降气了 我看到你会怕 不 这个不是怕 你怕我别人不一样 你就是你要不要那么降气 就是你要稍微就是 要诚恳度再多一点 再青涩一点 懂不懂 你唱得太好了 哇还会 还动作还这样子啊这样子 哪有新人那么厉害的 对不对 像爸爸今天唱 还是很怕 真的 对 我第一次就是过去爱以后 爱以后 你真的要讲的 我其实我是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真的 对对对 除了这个儿子啊 以后你 生活 不必担心 随心问题 OK了 你现在有在那个吗 有在唱歌这个 有有在助唱 在哪里助唱 在 主副之店跟Amigo OK 唱了多少点了 我助唱大概快三年 哦 很好啊 对啊朝这个歌 我觉得你歌唱得真的很好 这个朝这个发展 很难啊 现在你看这几个 哪一个唱得以你 对不对 这边你大概是唱最好的 我能讲啊 当然他刚刚讲 你爸爸讲什么 青涩不青涩什么 那个人观点当然不一样 我不能说他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演艺界就是这样子 你连父子都会这样子 你看 紫豆燃豆腺 真的是蛮 我实在 有没有想过 模仿贺一航大哥 有 有想过 给他聊死路 他真的有想过 有想过 太难了 因为我有发现 爸爸以前在主持节目 麦克文都会这样拿 是不是这样 拿这样 拿这样看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如果他讲话的那个 逻辑 就很难抓了 我就抓不到 那他的数字 你抓得到吗 我不会 我问一下 他数学非常好的 像我儿子的数学 就非常好 是是 因为考试回来啊 那数学 我考得怎么样 成绩还没有发表 我说 那你自己知道怎么样 大概错一题吧 我说错一题 那不错了 第二天考卷拿回来给我 总共13题 寫了 你对我讲困难 不然他的数字真的很好 他不只错一题 他错到 连 税捐出都关心了 赫哥 好 你刚才这样访问你自己儿子 你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会吗 其实 会不会怪怪 是会怪怪 自己保護自己亲人怪怪的 会 会这样子 会觉得比较假 尤其是儿子 尤其是儿子 对 我连我哥哥来 我都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你也会这样子 对啊 或者演戏的时候 比如演一演 家人来就 女人来干嘛 你就会很怪 对啊 就是表演的时候 有自己亲人才很怪 我这辈子我唱歌唱的 最最尴尬的就是 我唱到一半 我妈妈 拿便当上来给我 哈哈 那个製作单位 製作单位是很很 用心 很用心是吧 让你觉得是 我妈妈送个便当来 那种感动 来个惊喜 结果唱到一半 怎么办这样 而且还翻开给我看 你爱吃肉 我两个腿 我的妈妈 好啊好啊好啊 这变成这样子 很奇怪 对对对 你之前有在秀场 访问过自己儿子吗 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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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遇到 这个世代还是蝌蚪啊 做到来三年 做到来三年 那我还小 你有没有去秀场看过 有 那个太阳神 我去看过一次 很小啊 你看得懂啊 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可能 成幼稚园 你一直印象 印象里面 应该你就是 你觉得你在看他访问的时候 你觉得 帅不帅啊 台上那个女歌星 她不懂啊 她不懂啊 摸丹田 把我摸出来了 我对我们的印象深刻 是她那个催眠秀啊 她会催眠 对对对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节目 我都还有印象很深刻 催眠她也用在台上 这我倒没看 我一知道她是会催眠 她都都 一般都用在房间 OK 好啦 不要浪费自己的嗓子 好不好唱的真的很棒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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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我 期待弄她 所以你刚刚那个丹田 就是临时 这样子感觉出来的就对 对对对 临时的 其实不要看 你不要看 你听过以前是什么 音乐什么 磁场 音乐磁场 对对对 孙老师 孙老师 对对对 你是音乐磁场的 对对对对对 音乐磁场 厉害啊 对 孙健平 你当他的合音啊 不是我跟他一起唱 音乐磁场 十三集十四集 难怪孙健平挂掉了 我是谁 他现在我们磁场 你不要忍心说 想到丁光临是音乐磁场 大家都会吓一跳 对对对 因为他后来的形象 跟当初形象差太多 对对 他们以前都是什么长裙 对对对 尽量是白色的 小女的 小女的 就是那个长裙都是过 过那个角落 对然后颜色就要很善良 那种颜色 对然后 然后就西装外套 所以这是什么 譬如说白衬衫 然后黑长裙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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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套装 套装 就是那种 我那时候跟刘晓益同一组 他也是音乐磁场 对我跟刘晓益同一组 刘晓益是那个谁 刘晓益是那个谁 刘晓益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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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音乐磁场 刘晓益是被刺耗的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 太会客了 不过他的改变是蛮大 真的大 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一个改变 最大的 那个人叫陆小芬 是 以前铸唱的时候 我也是小铸唱啊 他唱第一个 我唱第二个 陆小芬啊 后来后来不是拍电影 对 他是歌星出身的 他歌星出身的啊 然后我去当兵 后来 突然间我看到那个海报啊 你知道他以前穿的鼻 那个多保守这里是要 他要包到这里耶 嗯 而且包到这里 这里还要滚类子耶 然后底下是裙子一定要盖到脚 哇塞 那常常我 有时候他一出台的时候 他就在我前面 我看他踩到那个衣服啊 所以我刚关心你是这样 他就滚出去了 这是真的啊 在台上立胜哥就滚出去了 哎呦 然后我出去把他拉起来这样 那么保守的一个状况 后来我服兵役的那个期间 看到一张他的海报 那经过大概两三年 嗯 他拍了一张他是这样子 做起跑线这样 然后这个整个露 整个露出去了 在那个时候三十年前的尺度 整个露出来啊 其实我刚 那一半露出来了 对 事业线 事业线 不止一半啊 那个是那已经是 大概九成露出来了 再来就 就那 那你说有没有后悔 就那啊 那是什么后悔 我说他的转变啊 对啊 我说你有没有后悔啊 我后悔什么 我先唱我前面 把他放掉了这样 啊 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撞掉 没什么话 要开玩笑他 对 我知道 对 我知道 对 只是开玩笑 只是开玩笑 对对对 他是不能承认的 还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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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 你这也说真的 嗯 你不要再看看我 你再看看 歌天秀时代 台前台后都很精彩 有些为了真牌 你还故意迟到 为这种事情 我还自己上去 顶了快五首歌啊 哈哈 故意迟到个十分钟 他一看 你来这一头 你怎么整齐 我出来吃咪 这样 以前我们唱的时候 刚刚也唱餐厅的时候 台上不能超过三个人 访问歌星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在台下访问他 哈哈 因为你 那时候不是秀场 除了你们主持人之外 就是各大牌嘛 那大牌一定有很多女生嘛 她们会不会真那个 那多了 演唱的顺序 那多了啊 他们有些为了真牌 你还故意迟到 是谁上 呃 后唱的比较大牌 压轴就对 对对对对 就你唱最后面压 压轴那是最大牌 是 所以说 就是说 他大牌 有时候为了要熬到大牌这样 他有时候 比方说他应该是几点几分上台 他就故意玩个差不多十分钟 他本来在他后面那个 就顶上一唱 故意 不好意思 来这一招 他来一看一看 后面那个人还在 另外的后 下下一个人还在对不对 他说不好意思 那你先唱我先化妆一下 他还故意这么化妆 然后最后来唱这样 很好 可是像现在的话 我觉得现在唱 那不会啦 唱最后面的话 应该反而不好 为这种事情 我还自己上去顶了 快五首歌啊 真的啊 为什么呢 人没来 就你刚刚讲的 不是 他就故意迟到个十分钟 他一看 你来这头 你昨天 他也跑了 他跑到中间那里都没人 那让我们只有在上面顶 顶到最后三点 你们两个到底上不上 搞到这么凶喔 在台上我就讲 来了没有啊 还有一些故意在车上 发动车子吹冷气在那边等 就等到最后 对对 到他的时间 他还上台这样 就等了等了 等到那个车子没有油了 就唱歌之后 看他那推车子 那会不会拖那个场面 不是以前去到大家要带衣服 衣服啊舞群会不会脱 有 他们就会 会会会飙飙飙那个 就是台上的服装这样 像以前什么 罗妹妹啦 陈美凤啦 以前以前那个属于那种 就是那种美女型的 就是比较贵的 什么蓝玉莉啦 一些什么什么 徐家丽啦 什么什么莉 对对对 都会这样 他们那个属于 大概都是 比较 艳星级的 艳星 对艳星 对对开岔 比方说一刚开始是开到这边 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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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变成在这边 把这边做 这种 网神这样 所以我们会不会有那种 像红包场那种情形 因为红包场 都是一般的歌星嘛 他们会 唱到一般会领红包 人家包礼物什么 他们有这种情形 没有没有没有 那种 绣场没有 红包场是红包场 另外一个概念 红包场是 它是没有底薪的 是 那完全靠客人给它 红包 那我们那边就是说 真正的艺人在做修 真正的艺人 然后呢 观众顶多是送个花 送个花的时候 他就说不要送个花 过来献个花就变成 就是献花而已 就献花而已 以前粉丝给什么金字 对啊 这个很多 有有有 以前杨丽花 杨丽花的针 金块从台下丢上来 对对对 我就听我 我就听我太太讲说 那个 杨丽姨在这表演的时候 对对对 台下的那个粉丝 就金块往上丢 对对对 他还骂人 以前洋板光是收的东西 可以买东房子 真的 以前我们唱的时候 刚刚也唱餐厅的时候 台上不能超过三个人 为什么 政府规定就不能超过三个人 所以那时候就是 看那个鼓手打鼓 后面吹喇叭都在后台这样 那个 不能看到 对对对 然后访问歌星的时候 我们也说 因为台上说人超过三个 就要罚钱嘛 这是为什么 好无聊 不不不 当时 当时 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 戒严时期 不不不 我跟你讲了 这个跟戒严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主要是以前的餐厅秀 他没有合法的表演执照 他可以名字 三人以上就要真正表演 对对 那你因为有些歌厅 你像以前的蓝宝石啊 联媒啊这种 他是正常的是表演的场所 所以他们会 当然也会跟政府抗议啊 是 他们没有没有没有表演的场所 没有那个执照 你怎么可以讲 那慢慢的后来才开放 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原因 对 不过那个过程也真的像你讲的 很好笑 台上啊 那个乐队六七个啊 等到 在台上 五群加起来 大概有二十个 嗯 警察一来的时候只能剩两个 因为只有鼓扳不动啊 嗯 鼓在那里不能走啊 那其他低低大 还有到台下去追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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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那警察 警察就抗 有沒有在鼓台的范围里面 好像做做黑的一样 警察要来就要躲要跑 是是是 那应该就是执照的问题 我感觉那牛肉场啊 不是不是不是 那就是执照的问题 那法令的问题 牛肉场那是跟瘦肉精是有关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你做过秀吗 没有做过餐厅秀 他做工地秀啦 对对对对 或者是那个呃 廟的那个晚会 是 或者是呃 市政府县政府 他们举办的 可能中秋晚会啊 晚会 可能是对对 晚会比较多了 那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 比较不一样 像那个我们都喜欢唱最后一个 那唱最后一个 观众都跑光了 哦 差不多了快要结束了 大家走了 该吃了吃完了 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走光了 然后就不喜欢唱最后一个 现在好像唱第一个的比较厉害 也不是 第一个都是那个小秀 有那个跳钢管的 也不见得啦 第一个有些是在跑场 我跟你讲 罗碧琳啊 什么飞玉清专门唱第一个 飞玉清到高雄去演那个工地秀啊 去演出 一看啊呦下冰雹了 他带个钢盔上去 赶快就 我手风滴滴开 唱完就要领钱了 哈哈哈 然后第二个就唱不到了 因为整个冰雹就下来了 哦 有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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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那当然 我有一次听罗姐讲 他说他俩是去一个工地秀 可是下雨 可是他都已经到了 然后业主说 不然我们改天好天再来好了 他说不行 我人都到了怎么可以 然后他拿麥克風 来了来了来了 快来快来 快来 然后就唱歌 然后就领钱了 嗯 OK 这唱才有钱 贺大哥有新工作啦 跟着托仲康做完没错 书上是顶多接到 國光不不不不不不帮忙 像你们以前 像你们都 在秀场做那么久啊 难道就没有那种女观众 要引起你们的注意吗 没有都是假的 有些做台下 比方说他是来给你捧场 他做第一桌 第一排这样 他看着你 那眼神我们一看到的时候 他为我们我来 爱你 为你而来 有所期待 只要我们上台 他就坐在那边 我们下台他就走掉了 就我们一看到 那你会回应吗 那种我们比较不敢 因为啊 以前有经常就是回应这种东西 因为他都是兄弟的马 比较多 我们亲眼看到 我们不要讲哪个男的 就是为了这种事情 那个 那个就砍到台上来 就砍到他整个人在台上跳 怎么砍 真的是这样子 台上砍 对 台上就是这样 砍 底下打架了 打起来了 然后就伸下鼓手 跑步动 那时候艺人都是敢拖嘛 一天好几拖 两位大哥曾经敢拖 最多的几场 一天 主持人敢拖都是骗人 主持人顶多是能够跑一次 一场 我们以前比方说我们做什么 对不对 是 中间的时候我们跑个什么 老天王啊 帝王啊 新天王 中间有个20分钟就跑一下 这样 主持人 主持人就只能够就跑一拖这样子 他们歌星就很厉害 歌星有时候他们一个晚上 一拖一拖一拖五六招 以前餐厅太多了 我们跑比较多的时候是因为 这是逻辑 逻辑问题 逻辑 有一些场子只要我们去唱一场这样 我一天最高我会跑过九场 你是歌手 九家囊 他们说我 他们说我九家囊 他们现在想法还没好 你们看 真的是 我跟你讲 以前的餐厅秀 不是你能想象的 它是就这么近啊 好莱坞跟百老汇 你记不记得 对 就这个门 就这么近 摄影门这么近 然后你在那边表演完了 这边已经在 快点快点 我这边没人啊 快点买富啊 那还有要跑到 比如说像西门町那种 那根本计程车都来不及 那根本要他们的后台主战 要骑摩托车来带啊 不然来不及啊 嗯 就这样子啊 所以现在讲起来 还是你们那年代比较好玩 对啊 赚钱又快 又没有狗仔 对不对 我们那年代赚钱是比较 感觉上是比较快 可是 可是现在 现在的 现在这个年代的时候 偶像艺人的 他赚钱才快 我上次顶多接到一个 叫我去Vegas 我说叫我去Vegas干嘛 Vegas 我说干嘛 我不可能吧 没有就是 有一个朋友的结婚 他很希望你去 这样也可以 我说我真的没办法 你只是出席 你不是表演 不是表演就是出席啊 他说多少钱来谈 多少钱 这些是活动 但是我没有时间啊 那个飞过去再飞回来 你就和他家去吧 我是途中大牌 我跟你讲 Vegas的秀 最好是不要接 嗯 他给你的单价都很高 可是你一去 只要输一通 他回来就是 对对对 所以 故演技是 去年我在拍一家 何万世新的时候 然后我刚好去澳门那边 是威尼斯人还是哪里 有找我去 然后好像是跟苏勇看他们唱 可是我那时候在拍戏 就去不了 他价钱给的很好 嗯 赌博厂子都很 赌博厂子 真的真的 你寄州岛什么太多了啊 对他价钱给的很好啊 用美金基甲 所以你们以前也会跑寄州岛啊 有有 跑那个什么 价钱都很好 什么什么 以前那个山庄啊 马来西亚 华克山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做过一个是让我 让我 觉得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嗯 上我 我是主持人 那还有谁 还有罗碧琳啊 马士丽啊 差不多那个 那个时候以前 艳星什么这一类的 然后我后来到的时候啊 我后来到的时候啊 我我发现 因为要从那个 新竹的那个 那个叫尖石乡 三路 开三路 我告诉你 从高速公路下来 上去大概要开将近两个钟头 才找到 这么远啊 将近两个钟头 我一点都不夸张 那时候没有二高 嗯 对 很远很远 然后呢 我三路 因为我们很 我男生算开车很会找路 是 我一到以后 他都已经在了 你看他价钱给的多好 结果到那里去 面对几个呢 不到十分 我們去了大概有五六个 是 演出 结果就在那边吃一顿饭 然后 然後吃一顿饭 那好了 那已经来了 本来以为也是 好像是工地秀这样子 要开 开发什么东西 结果不是啊 就是一个别墅 然后 里面十几个在那边 大家 他们自己打打麻将 然后吃吃饭喝喝酒 有钱人 業主想看這些明星 我們就上去浪費這樣 有一些有些人 他會整歌星的會這樣 比方說他知道說 費玉清多少錢 一天多少 20萬 很難瞧 你早晚來 30萬給他 一天唱三場 費玉清就去了 一去的時候 怎麼沒有歌廳啊 是 你唱給你們台語聽了一天 唱什麼 你唱什麼 就是放個卡拉套可以這樣 在客廳唱也要聽一下 哇塞 那這樣變30萬啊 我就你給我唱三場啊 奇怪 好厲害喔 這個有點整 就是會有這種整藝人 也會有 是是 也會有 他就覺得說 藝人怎麼好教我 這麼有錢 對啊 你們白有錢 叫你來六來 是不是這樣 不過這個餐廳秀 歌廳秀文化 其實在台灣有一段時間 真的是主流啊 但也造就現在很多 我們的大哥啊 他們都是那個時候訓練出來的 他們的功力到現在為止 新人還是永遠是追不到的 就知道那段時間 對他們的磨練有多大 然後希望你們能夠 把這些經驗傳承給我們 好我們就可以把在下面的 比我們還新的人 把他弄死 這樣就 開心了好不好 一定要這樣嗎 要這麼可能